嗨,大家好,我是志遠 今天要跟大家聊為什麼美髮沙龍的產品會比較貴 就是包括洗髮精還是護髮那些 因為有很多的客人其實會問我們說 為什麼網拍會比較便宜 不過我一定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美髮沙龍本身就是一個實體通路 你說沙龍到底有沒有賺你錢 肯定有的,我們肯定有賺你的錢 那你說為什麼網拍可以這麼便宜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些產品上 其實都是有一些供訂的價格 那供訂的價格其實就是廠商要我們伴售的價格 那網拍為什麼可以賣這麼便宜 我真的不知道可能他們的成本更低吧 在沙龍裡面有設計師為你服務 為你回答專業的問題 甚至教你怎麼使用 包括房租還有庫存 我相信這些都是成本 那你說沙龍到底有沒有賺錢 我敢說肯定有的 但是我也希望不要覺得設計師賺你很多錢 因為東西的定價就是這樣 那網拍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理解 也就是薄利多銷 因為我們實在很常聽到就是覺得 好像你就被設計師賺錢了 如果你認為網拍比較便宜 當然你可以試著在網拍購買 但是如果你買到比較品質不好的啊 假貨啊 或者是你不會使用的時候 這一些都是屬於網拍上購買的風險跟責任 那我的想法就是 為什麼要在實體店面 當然就是你在購買之後產生了服務 設計師是可以替你服務的 甚至他可以教你怎麼使用 但是網拍是沒有人教你的 那你也有可能在網拍購買到不適合你的產品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大家也不要覺得好像設計師 啊我的設計師賺我好多錢喔 我個人覺得也不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設計師有沒有賺你錢 我就說沒有也太過分了啦 但是長大之後我們也能漸漸理解 其實有些錢就是要給人家賺啊 因為他就是提供服務啊 為什麼要給人家賺這個錢 更重要的事情 並不是網拍充斥著假貨 更重要的是我們透過別人的專業 替我們選擇產品 畢竟我們這麼忙碌的時間 我們有時候根本也不知道 什麼樣的東西適合我們 那開架式的缺點就是 我要一個一個去嘗試 但選擇相信專業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選擇對你頭髮啊 或是對你最適合的產品 那當然你是應該會付出比較高額的代價的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勒? 好啦,掰掰